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随着科技的发展 冷冻卵子的技术越来越进步 在2012年阿根廷就有一名妇女利用冷冻长达12年的卵子成功的受孕 还生下一对一卵双胞胎的宝宝 改写了女性冻卵生子的记录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可以为听众朋友邀请到宋子鸟诊所 谢嘉玲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谈冷冻卵子 我们先欢迎谢医师 谢医师你好 主持人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新竹宋子鸟诊所谢嘉玲医师 很开心今天有这个机会能够来这边跟大家分享 我们目前的一个冻卵的经验 谢医师在过去十年全球就有超过一千名以上的新生儿 是利用冷冻卵子来受孕生产 那是不是可以先跟我们说明一下 妇女需要冷冻卵子的原因大概会有哪一些呢 以目前来说 因为最早开始去发展冷冻卵子这个发想 主要就是因为有些女性可能是因为罹患了一些癌症的疾病 必须要接受手术的治疗 或者是她们年轻还没有生育孩子 但是必须要接受化学治疗 这些可能会去影响到生殖细胞的一些治疗 都会让我们去想说她是不是能够借由现在的科技 先预先把这些生殖细胞像卵子 先去做一些冰存 那未来才去做一些怀孕的动作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 过去就是如果有一些医疗的需要 我们会考虑做冷冻卵子 那后来就想说有些女生她可能因为工作的因素 她必须没有办法在年轻的时候去做怀孕 那我们就把生育力先去做一些保存 所以以目前来说比较市面上大家知道的 去冷冻卵子的原因 所以主要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医疗的需要 一个是说她生育力的保存 除了年龄的因素之外呢 是不是有一些人并不适合做冷冻卵子 因为我们知道冷冻卵子最好是 越年轻的卵子成功率越高嘛 那如果说排除年龄的因素 是不是有一些人不适合做冷冻卵子的 像不适合做冷冻卵子的女生 她当然是比较吃亏 那像主持人刚刚讲年龄的确是一个关键 但在此外 如果有些人她身上对于荷尔蒙的药物治疗 是完全不能够使用 譬如她目前已经有正在进展的癌症 譬如说对磁吸素很敏感的乳癌 或者是卵巢癌 子宫内膜癌这些 那可能当务之急应该是先去救命 而不急着去做冷冻卵子 所以对于这样的女生来讲 我们就不考虑做排卵针剂的一个刺激 或者是说有一些其他的人 譬如她可能有一些免疫系统的一些疾病 免疫系统的疾病在部分对于磁吸素也是非常的敏感 甚至还有一些其他对于磁吸素的使用是绝对的禁忌症 这样女生来讲我们也不介意去做一个冷冻卵子 目前的一个治疗 那另外的话还有些人 他可能本身有一些凝血功能的一些疾病 凝血功能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去做卵子的取得 绝对是要借由阴道去做超音波 在超音波的引导之下 我们用穿刺针进入到骨盆腔之内 会出血 对 因为出血的一个风险 那一般当我们的体表上面的伤口 我们可能可以利用一些压迫去做止血 但是骨盆腔之内的卵巢 我们没有办法去做压迫的止血 比方说如果像血有病 就是它会有一个自发性严重的出血 对 或者它本身的骨盆腔 过去曾经有一些严重的一些车祸 而导致它里面的沾黏的情形 可能很严重 在这个做冷冻卵子之前 我们可能都要跟客户 跟女生做完整的沟通 让它知道说在利与弊之间 它可能有什么样的一个取舍 然后再去跟它做一些详细的解释 那排除掉刚刚说的这两类的一个客户 那我想其他女生来讲 只要她愿意有意愿 只要有这样的一个发想 都适合做冷冻卵子 几岁以前做是比较恰当的呢 一般来说的话 我们会建议尽可能在越年轻 冷冻卵子越好 那以目前来讲 我们的建议是37岁以前 是一个适合做冷冻卵子的黄金时间 为什么呢 为什么要37呢 因为就是以目前就是送植鸟诊所 目前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数据的统计分析 发现到说37岁以前的卵子的品质 不管是在值或在量上面来讲 相对都会比较好 也就是说当你年轻的时候 你的卵子品质好 相对产生的胚胎 它的一个染色体异常的几率就会低 那相对来讲 你需要达成怀孕 这样子用到的一个胚胎数量 就会比较少 所以相对你可能不用花很多的时间 或很多的治疗的一个周期 就可以达到你冷冻卵子的一个目标 那换句话讲 如果今天是这个38岁 甚至到40岁以上的女生 这个也是高龄产妇 对 它不管是说对于自己本身 可能到时候怀孕 它可能要面临的怀孕的一个风险 甚至它可能需要达成一个活产宝宝 所需要的一个卵子量 就会比年轻的女生来说 可能高出许多倍 对 所以相对来说 我们还是会建议 在年轻的时候 就去做一个卵子的一个保存 37岁的以前 那会建议要冰存多少颗的卵子 预备将来想要怀孕的一个需求 在不同的年龄层的客户 其实我们会有不同的建议 那像刚刚一直在说 越年轻的女生 她所需要的卵子量会越少 那如果我们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如果今天的女生的年龄 是在30岁之前 她可能只需要10颗卵子 未来就可以让她带一个活产的宝宝回家 是 那到了37岁 她可能需要用到15颗卵子 才能够带一个活产的宝宝回家 可是一旦跨过了37岁 到了38岁39 甚至到40岁以上 那根据目前送子鸟院内的统计 我们会发现很残酷的 到了40岁 她所需要的卵子 就是37岁的一辈了 她可能需要到33颗卵子 才能够有一个宝宝 是 让她活产带回家 而且是健康宝宝 OK 那如果到了45岁 她可能需要到100颗以上的卵子 哇 对 所以这样相差的还蛮大的 对 100颗 那要多久才能够产出100颗 对 所以说相对的就是 只要女生的年龄越大 可能在事前我们给她的沟通 跟心理建设 都要让她能够知道 是 那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说 年龄是去考虑到冰存卵子之外 我们要去想 每个人的人生规划不同 有的人喜欢家里很热闹 所以她可能希望未来能够有 多生几个孩子 对 那如果说她真的希望说 孩子越多的话 可能她到先前要冰存的卵子量 可能就会要更多 是 所以我们不光只是给客户提供你 最低你的需求的卵子冰存料 你的目标到哪里 我觉得负责任的话 应该还是要跟她沟通 你未来你的plan 你的整体的计划 大概是有几个孩子 让我们再给予最适合的建议 是 那卵子的保存时间 到底可以多久呢 像刚才我们节目一开始 讲到阿根廷这个 她已经冷冻长达12年的卵子 成功受孕 不过这是特例是不是 因为以目前来讲的话 当然像刚刚主持人说 阿根廷那个的确是特例12年 那回归到目前来讲 其实卵子的保存方式 跟目前现行的胚胎 冷冻胚胎的保存方式是一样的 所以目前来说 我们国内的人工生殖法 规范到10年的保存时间 所以以目前 我们几乎都是10年 去做一个研究 所以有法令的一个依据 对 10年 法令的依据是规范到胚胎 是一个生命的胚胎 只是说因为这样一个技术沿用 所以目前的话大概都是10年的经验值 也是10年 对 经验值 对 那希望未来来说的话 我们能够提供更多的好消息 对我们的女生的一个听众朋友 那对于医生来说 会不会建议这个卵子取出来之后 还是尽早来使用 会不会给这样的建议呢 我觉得就是当然如果尽早来使用 对于女生来说 她一定是能够越早怀孕 对 相对她整个的身体的恢复 以及妊娠当中的并发症会越少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回归到看 每个女生她自己的一个计划 那以台湾目前真的是技术 医疗技术很好 而且我们的产检其实都做得很好 所以相对于女生的怀孕的领导 比较不用太担心 你只要能够着床 我相信好好的跟医生配合 都能够顺利平安的带一个 母子均安的宝宝回家 谈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还有其他的讯息 要来请教谢嘉玲医师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